大家好,现在是2020年的10月17号 周六下午20,不是21点,15点22分 接着跟大家聊,前两天中国最高领袖到了深圳 举行了一个纪念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庆典 深圳紧邻香港,像深圳,香港,澳门,广州,汕头,梅州 就这一带吧,粤港澳,整个广东,珠三角这一带 我都去过 当然没有待很久,也都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 现在有人对深圳经济特区这40年 进行了评论 是这样说的 说深圳40年大庆 这个庆典的喧嚣过去了 大家呢 叫光愁交错 就是干杯 庆祝的高光时候 这个打着光 媒体很荣耀 你说隐忧 你说有隐忧 不会受人待见 现在烟花燃尽 可以说两句了 多些客观冷静 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在这插一句啊 这两天听一个朋友 是一个天津人 在深圳应该去了20年以上了 他说 他说实际上 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 他说深圳10年前就完蛋了 现在呢 就是苟延残喘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他的个人意见啊 然后这位朋友说了 说个人预见 他的中国人们说话客气啊 说深圳奇迹 一半靠香港这个桥梁 这我当然承认了 如果不是紧邻香港 那怎么会 搞一个深圳经济特区呢 深圳原来就是广东省 保安县的一个小渔村啊 对吧 怎么会有这特区呢 不就是想沾光吗 沾光 沾香港的光 借香港的光 借着香港发展起来 这不用说呀 当年搞了四大经济特区 珠海 深圳 汕头和厦门 三个在广东 一个在福建 现在唯一啊 还有点规模 能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深圳了 但是现在深圳也不行了 你去华强北去看看 是吧 门可罗雀呀 过去人潮汹涌 现在门可罗雀 对吧 都快成鬼城了 没有了香港 这个通往世界的桥梁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担心 深圳会不会沦为一个日渐 慢慢的日渐 无关紧要的断头扎路 断头路 前两年不是说清理 北京天津 河北之间有的路 他说是连通 不连通 到了这个省界 市界 路就断了 不再往前修了 都是个人自扫门前雪 哪管他人瓦上霜 现在没有香港了 你把香港弄的啊 港版国安法一出台 香港现在越来越没有它的特色 没有它的制度优势 所谓制度优势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 法律优势 现在香港越来越像一个内地城市了 香港就很尴尬了 很尴尬了 是吧 香港的优势在哪呢 香港之所以繁荣 甚至香港带动了这个深圳 甚至带动了珠三角 而且还辐射到广东省之外 有多少人是因为香港而受益呢 当然香港也有很多人也因此受益 是吧 这样说比较客观 比较持平 比较平衡 它是双向的 但是 是吧 香港就相当于发动机 它给带动起来的 他说另一半 四分之一 靠自由市场 经济规律发挥作用 那一半 百分之五十 其中百分之 百分之五十的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十五 靠自由市场规律 发挥作用 对呀 它是经济特区呀 尤其是早年间 现在不显著了 过去深圳有很多特殊政策 只给深圳 而且是铁丝网以内 关内 是吧 四分之一 靠全国各地涌来的深圳人 是当年我大姐夫 还被他们那个 普兰德西人公司 派到深圳 还工作了一两年吧 当然后来撤回来了 打破所有的思想束缚 打破所有条条框框 锐意创新 敢试敢闯 深圳四十年的经验 一再证明了 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 自由才是 对 先得有自由 才能有科技创新 才能有发明创造 对吧 你看看诺贝尔奖 有多少是西方人得的 中国有吗 中国就有个发明了 那个青蒿素的 屠幽幽的老太太 剩下一个都没有 整个中国还不如 某些大学呢 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 人家某的某一个大学 都顶咱们东方 尤其顶中国好几个国家 你十四亿人口 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 对人类的科学都没什么 贡献啊 乏善可尘 真的凤毛麟角 自由的环境 自由的大脑 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创造力 有了这些自由 才有了腾讯 华为 大疆 华大 而不是反过来 当然这些企业的发展 很不容易 但是他们也受制于 中国的社会制度 当然某种程度上 你比如说腾讯 他也参与了监控老百姓 监控民众的通信自由 某种程度上 他们也作恶 当然我听说在那个腾讯 大楼的二层 就是公安局 技术处 或者是网监处 或者是国安 或者是国保 就在那办公 是吧 直接就在那 所以在中国做企业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不跟政府妥协 你不跟政府合作 你不出卖你的客户的 用户的信息 那你是没法在中国混的 所以在中国受害者和施害者 是吧 这个界限非常的模糊 或者说身兼二刃 包括华为 对吧 华为现在那个孟晚舟 还被扣押在加拿大 将来肯定是被引渡到美国去的 这是肯定的 这个大疆无人机 还有啊 华大好像是做基因的 好像是也跟疫苗有关系 去年前年我们回北京 我们家去年前年 不是香港就在闹吗 就在搞这个游行啊 示威啊 这个反送中啊 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家有的亲属 两口子都是公园 男的是个副处级 女的是个科技干部 还跟我们说 你看因为不是推出了什么海南岛 要全岛搞成自贸区吗 啊 海南 海南马上就会取代香港 啊 现在又有人说 深圳已经能取代香港了 你们取代不了 取代不了 深圳 取代不了香港 永远也取代不了 香港离开了 深圳离开了香港 只会衰落下去 真的 香港的繁荣 是英国人 在这耕耘了150多年 而且香港的资金 香港 我们去香港玩过 香港本地导游 跟我们说 真正的香港人 就是保安县的 原来广东省保安县的渔民 农民 他说真正有钱人是谁 好几波 其实从大陆跑到香港的人 好几波这当中 很多人 有的是特别穷 就捡一条命 有的是带着大量的钱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 People's Laboration Army 在他们攻占上海之前 上海是远东的 最棒的城市 远东的巴黎 远东的纽约 远东的曼哈顿 那会儿 没有香港什么事 香港没有这么繁荣 是上海的大量的有钱人 拿着钱 跑到了香港 抱歉 抱歉 BELDON 是吧 这个随便举几个例子 那个什么 范徐利泰 陈方安生 是吧 方安生嘛 嫁给姓陈的 陈方安生的 叔叔 或者是伯父 就是方振武啊 就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将领啊 董建华 董建华的爹是董浩云啊 当年有自己的航运公司 共产党来的时候 带着自己家的船队 跑到台湾 跟蒋公一块去台湾的 后来董建华他们就在香港发展呀 所以在香港上海人 江浙户的人 是很有钱的 还有很多国民党的将领啊 魏力皇 什么李宗人 很多人都在香港落脚啊 包括那些文化人啊 后来四九年 四九年前后 很多被周恩来 他们劝回去了 最开始政协给他们劝回去 当时华北的战局还没稳定 给他们接到哈尔滨啊 马蒂尔饭店啊 Modern Hotel 在那还开过政协的会 对吧 这就叫南渡北规嘛 是吧 董建华的弟弟叫董建成 董建成 娶的老婆 就是担任过台湾警备总司令 是个上将军衔的 那个温哈雄的侄女嘛 是吧 所以他们这个上层 跟国民党有很深的关系 跟大陆也很深的关系 香港的繁荣 也有大陆大量的有钱人 把钱都弄到香港去了 是吧 还有英国人治理了一百多年 他有自由啊 自由的制度 这个大陆任何一个城市 也取代不了香港 深圳的衰落 已经是 已经是事实了 无可争辩的事实 谢谢大家